大家好 我是Ted 今天晚上帶來是 皇室戰爭不科金新手教學的一個卡組 今天的話想給大家說一個比較不好的消息 我怎麼掉分了呀 我覺得這七階競技場還是有點難的 碰到什麼9級的對手的話 還是容易被卡住臉壓 像我這一把的話真的是屬於 贏了三把 輸了五把 直接多的都扣回去了 不過呢 輸歸輸還是要給大家講解一下 就是電火豬打一些流派該怎麼去打 這一把的話是一個比較經典的一個 打房子流的一個比賽 打房子流的時候很多朋友就說嘛 這個豬打房子真的是好惱火 特別是一分鐘的一個加那個雙倍生水的時候 對面的一個兵簡直是茫茫多 打得你媽都不認識了 那麼這一把今天的一個視頻呢 就是準備給大家帶來一些思路 像這裡的話最好的一個思路是什麼 前期由於那個房子的一個卡費是比較的高 所以說我們的第一波進攻的時候 只需要算好對方的一個卡費 然後呢 打一波非常高質量的進攻 就很容易打掉對方的一個佐塔 剛才這一個佐塔是怎麼爆的呢 譚笑間的話 這個爆還是要給大家分析一下 對面放了一個七費的一個野蠻人房子 然後放了一個五費的一個哥布林房子 而我那個時候只放了一個二費的一個遠程哥布林 所以說我們的一個卡費的話 等於說是一個十費打零費的一個卡費 所以說我左邊直接用了一個跳珠 配合一個小閃電 就直接能把對方的一個佐塔給收掉了 所以打房子流 你要算好對方的一個時間 好 打成這個樣子的話 對面開始猛進攻了 打出猛進攻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耐心的去打 現在的話 我們知道了對方的一個卡組 就是一個跳蛋爐 然後一個遠程哥布林 還有一個野蠻人的房子 三房子加一個那個骷髏粉蒂 就等於說是一個純房子流 這樣打純房子的話 我們現在的一個豬就輕易的不要去放了 現在放豬是什麼意義都沒有 反而是會拖累你的一個費的 現在我們要打房子的話 更多的是以這個火球 女武神 還有這個哥布林來打一個輸出 好 這裡的話 女武神是被亂全打死了 這是屬於打房子流最難的一個地方 很多朋友的話就是打成這種局的時候 看到對方是防子非常的多 兵非常的多 就直接手忙腳亂 但是呢 告訴大家 防守這種情況的話 有幾種方式 一種呢 就是利用這個加龍炮 可以拖延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另外一個情況呢 就是你的一個火球 要在最關鍵的時候弄出去 火球不能弄得太快了 因為對面是有一個五飛的一個蒼蠅的 所以打這種局的話 像這種小骷髏是其實非常非常的弱的 它就是一個炮灰 就是讓後面的一個遠程哥布林和跳蛋 來打一個傷害的 現在的話 雖說我的血量 是到了一個危險血量 但是呢 只需要再拖延個25秒 我就能拿下這張比賽的一個勝利 說到這裡的話 我要慢慢的來 五飛的一個蒼蠅只要往臉上去懟 懟得了多少邊就是多少邊 而我現在呢 最關鍵的是 要刷出這一個女武神來 女武神這個時候打防守戰 但是非常的屌的 配合一個加龍炮 對面是非常難受的 這裡的話 對面是要著急了 五飛蒼蠅是直接放下來 骷髏海是放下來 現在的話 還有兩秒鐘 一個小閃電 把它給電到飛起 第一場的話 是打的還是比較激烈的 一開始算好了對方的一個卡飛不足 然後呢 一波把它給打穿了 然後接下來的一個防守的話 還是有條不穩的慢慢在防 然後這一場的話 它給大家帶來的是一個比較經典的一個 那個什麼自閉流的一個卡組 就是豬沛自閉 就是更多的是以這個大火箭來打一個收割的 好 現在的話 我第一波的一個進攻呢 還算不錯吧 打了不少的一個血量 但是呢 這一波進攻我有點炸呀 對面是六級女武神加六級的一個野豬 一個加龍炮是完全守不住的 說這裡的話 只能是賣一點塔的一個血量了 如果你要執意的去守這個塔的血量的話 可能會得不償失的 好 現在的話 我們第一波交換了冰以後 我大概看到了它的一個卡組 當時我猜的是 它是應該是一個獨珠的一個卡組 然後呢 它這裡是準備放一個五費的一個胖子 直接把我給弄蒙逼了呀 胖子 野豬 女武神 當時我心裡是在想這把什麼卡組啊 這打到我這點看不懂了 而且這個胖子是一個七級的一個胖子 我這種卡組的話 更難受的就是說 遇到高等級的一個胖子的時候是非常難打 因為我的一個卡組等級是比較的低 只能用一些什麼火球啊 強行去解一下對面的一個卡組 然後現在的話 一個七級的胖子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輸出是非常的高 一個胖子走到我臉上已經快把我這個塔給我打爛了呀 只能說對面的一個卡組質量真的是非常的誇張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有的時候打天梯大家會說 哎 你之前段時間不是上分上挺快的嗎 這一個掉分怎麼掉的那麼誇張 當你遇到七級的一個胖子 加上一個三級的一個氣球 你就知道什麼叫解不掉了 好 這裡的話 一個豬過去又蹭了一點血 現在我們雙方的一個血量呢 都是掉的非常快的 而對方現在的一個卡組 我剛才分析一下好高啊 他幾乎沒有一個低於三位的一個怪的 他的一個活法師 一個女巫 一個胖子都是五倍的 然後現在的話 解這個胖子 我們就要利用這些小打小弄的一些砸盤兵慢慢在解了 他現在沒有進攻 我右邊那個塔 現在我就在想 難道他是有什麼斬殺線嗎 所以現在對於我來說的話 要盡可能的 在我右塔沒爆之前 把他的一個右塔給打爆 這樣的話 我就能把自己的一個局勢給穩住 我們一般分析這種決定是就這樣的 一般對方優勢的時候看到 然後你的塔又是到了一個威脅血量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來進攻呢 理由只有一個 他手上肯定握著一個斬殺的一個手段 所以說 你知道對方有斬殺的一個手段的話 你要盡快的把對方的一個塔給弄掉 這一波的話 利用野豬把對方的一個右塔給打掉了以後 我算是一個優勢了 我只能默默的騎著 他沒有斬殺的 剛想完 一個導彈飛過來 直接崩下卡拉卡來 現在的話 回到一個原點 然後打這種加勢賽的話 對方有一個五飛的一個胖子 還有一個這個火法 其實對於我來說還是非常的難受的 他卡住質量比我高太多了 而我現在的話 還要去戰勝對手的話 就有一種還要推掉他的一個左塔 這一波的話 一個進攻 看能賺到多少血 對面的一個女武神直接下來 完了 這一波有點傷 直接是胖子頂前面 然後呢 這個蒼蠅還是不停的強撲人家的一個熊臉 對方的一個卡住呢 是沒有帶任何的一個 解場的法術牌的 他是用一個大火箭來打一個收割 而我的話 現在就要想的更多的是什麼 先守住 然後找機會打一個防射反擊 這裡的話 我的塔的血量是非常低 而國王塔的話 血量也是非常低的 來 一個挑出過去 就是找你拼命 對方的話 一個女武神加一個三倍的一個蒼蠅又是打過來了 這一波就只能用蒼蠅去強行解了 我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放什麼火球 你會發現虧的 那是不要不要的 好 現在的話 還有15秒的一個時間 我心裡想著他應該會更著急一些 因為他的一個卡住比我高 所以說他會想著各種進攻的 而現在的話 抓住一波時機 對面是丟了一個火箭過來 漂亮 他現在是手上沒有卡費了 所以說我這裡利用野豬家近戰哥布林 在最後一秒鐘帶走了對方 知道嗎 這就是 不放棄 不拋棄 最後一秒拿下 比你卡組更高的一個對手 這種成就感簡直是爽歪歪啊 好 剛才的話 最後一秒是戰勝了對手以後 是讓我心情是非常的愉悅的 現在打黃色戰爭有的時候 就是打剛才這種局的時候 非常的有意思 因為你本來就想著 是吧 打個平手應該還算是不錯了 而對手的話 心裡應該想著媽了個蛋 我這個卡組那麼高 居然還是沒有打贏 那不行 所以說丟了一個火箭 然後是抓住了最後一波 他心裡的一個著急 然後把它給推下來了 這一把的話 對面是有一個骷髏巨人 很多朋友說 防骷髏巨人該怎麼防呢 這裡的話 教大家怎麼防 打骷髏巨人 先用加動炮勾過來 然後再用這個近戰或者遠戰哥布林 把那個勾回去 再來的話 他的一個骷髏就沒有什麼用了 至少他的一個炸彈炸不到你的一個防禦塔的話 他的一個功效就不大了 像骷髏巨人的一個定位呢 更多的是一個防守截場 然後或者是配合一個哥布林飛桶 來打一個傷害的 然後呢 你只需要讓他的一個 骷髏巨人不近身裡的一個塔 你就有優勢了 好 這裡的話 對面的一個卡組有點奇怪 又是豬 又是骷髏巨人 又是黃毛 又是一個非常高等級的一個卡組 然後這裡的話 直接放了一個王子出來 當時我就震驚了 他這裡是等於說是兩個 兩個就是移動的一個騎士 左右開攻 這裡的話是先捅我的一個 近戰哥布林 這一波的一個防守的話 大家就一定不要慌 你要記著 右邊用一個兵去防 左邊用一個加龍炮去防 這樣的話 手下來了以後 你再考慮打一波防守反擊 他這麼進攻的話 是以九費的一個進攻方式來進攻的 而我們的一個防守的話 是以七費的一個防守來防的 所以這麼來看 我們也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局 現在的話 對面是直接丟了哥布林飛桶 他這個流派的話是好偏向於進攻啊 打這種哥布林飛桶的話 你的一個防守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 哥布林飛桶一旦是讓三個哥布林近身的話 你的塔雪可能會掉400到600之間 所以說我們一定不能讓他打出一個安穩的一個傷害 好 右邊這裡是直接來那個跳豬 火球直接跟上 我這裡是一個預判火球 因為我知道他是要用黃馬來防的 豬是撐到了一下雪 其實現在這種局的話 對於我來說還是有點難打的 下龍炮先把這個勾過來 對面是用這個野豬 加一個哥布林飛桶來打一個傷害 還好我眼睛手快 在第一時間一個小閃電把他給電到了 然後我這一波的話又來一個跳豬 這一波的話為什麼跳豬能成功呢 因為他的一個卡組的一個費用是比較的高 所以他要刷出一個黃毛來的話 是需要十幾費的一個卡組 而我刷出一個野豬的話 只需要六費到八費 所以說我這邊刷的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對面的話 右邊那個骷髏巨人快近身了 這個時候的話 哪一個野豬你來打我呀 你不不來打我呀 這次成功的把這一個骷髏巨人勾過來了 然後對面這裡是下了一個黃毛海以後 解掉了豬以後 還有七秒鐘的一個時間 現在我不確定他到了我的一個斬殺線沒有 所以說我這裡還是有點慌的 這裡先打一個防守吧 我萬一這個火球沒砸死 多的事情可能就出來了 所以我還是一個比較求穩的一個選手 對面是直接丟了一個哥布林飛桶 這裡的話是直接一個小時間先解掉再說 好 直接飄飄涼涼的丟個火球過去 誒 剛好是砸爆了 早知道要這麼砸爆的話 只要砸了就完事了 還讓自己提心吊膽呢 是不是 好 今天三場比賽的話是非常的好看的 先是一個打防止流 然後再次最後一秒獲得勝利 然後是利用這一個卡費的一個優勢 刷卡的一個速度 然後戰勝了一個對手 對面要防黃毛 要防野豬就只能靠一個黃毛 再來呢 他的一個卡費實在是太高了 刷不出來黃毛 也只能是看手去凌辱他 好 各位可以在皇室戰爭搜索TEDTV 警號123567890 然後加入咱們的一個部落 咱們的一個部落的話是非常的強大的 對吧 你們就是我們這個部落的一個 最強大的一個選手 好今天的一個視頻呢 就給大家介紹這 希望大家喜歡 在結尾的時候 大家可以加入右邊的一個黃燈爭互動群 咱們一個群裡面的一個同學的話 經常會分享一些上份的一個卡組 也是非常的好玩的 好 今天就到這了 咱們下期視頻見 特別拜拜